知道了这些情况之后 王小飞已经有了自己的打算 其实王小飞早就用神识查看了 曹征华那个飞行器的情况 更是从里面复制出了一份星图 对于归地星等人类星的方位也明了 下一步他就有一个打算 到那些星球去看看 现在到了炼气十一层 王小飞最缺的就是单方 如果没有强大的担药 他知道自己要助击 还是有着一定的困难 也许归地星就是自己的机缘所在 至于曹征华的安慰 王小飞根本就不担心 国家对他肯定是重视的 王小飞欲空而行 今天的这件事仿佛为他打开了一扇门 一个新的天地呈现在了他的面前 地球太小了 星空中的世界才是更加灿烂的世界 曹征华的飞行器 王小飞早已检查了一遍 对于那种炼气方式并不看好 到了这时 王小飞才发现自己得到的传承 是真的厉害 各种的知识都远超了同阶 如果是自己来进行炼气的话 炼制出来的飞行法宝 肯定比起曹征华的那个 随时出故障的法宝 好的太多 当然了王小飞也没必要去炼制什么法宝 得到的那个顿星船改进一下 也是不错的法宝 想到顿星船时 王小飞就微微皱眉了 顿星船里面怎么会有着开启 轩辕洞天的黑牌呢 想到这里时 王小飞就感觉到自己知道的事情还是太少了 轩辕洞天估计也仅只是皇帝夺取到的一个洞天而已 在这之前应该还有着更精彩的故事在这里发生 石门绝杀阵也不一定就是皇帝部下的阵法 很有可能皇帝对于那个洞天 也仅只是掌握了奇数的开启方法 如果皇帝掌握的是奇数开启方法 那么偶数的开启就是另外的一种开启方法了 进入了顿星船之中 王小飞再次认真地查看了一阵顿星船 就发现这顿星船果然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东西 应该历史更加远古 越想就越是感觉到远古时代的故事太多了 根本就不是自己所能了解 算了 不去管这些事情了 王小飞看了一阵 也不想过多地去想着事 反正顿星船也是一种能够在星际航行的法宝 王小飞打算改造一下顿星船 以后就用这顿星船到归地星去看看 王导有留步 王小飞出来时杨幂也跟着出来了 听到杨幂叫自己留步时 王小飞微笑道 杨道友好 我们找一个地方喝茶去 两个人很快来到了一家茶室 坐下之后杨幂道 不知王道友对于这事怎么看的 王小飞道 对于地球来说等于是打开了一扇门呢 杨幂就点了点头道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助击器的高手有着寿颜卡着 他们不可能那么无聊的 王小飞道 就算是有着助击器的人到来 凭我们地球上的修正高手 也是足以击退他们 倒也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杨幂道 这话有道理啊 我们根本就不必担心这事 我找王道友商议的是下一步 我们如何与归地星交流的事情 既然有着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们应该积极地与归地星进行联系 同属于华夏的一员 互通有无 这对于我们地球上的华夏族来说是好事啊 王小飞一听就明白过来 看向杨幂道 你们打算让曹真华成为两方的交流向导 杨幂点了点头道 这件事情可能还得麻烦你了 王小飞就看向杨幂 杨幂苦笑一声道 说个实话 就算是筑基一层的人 也没有信心到了归地星就无事啊 在这事上 也只有你才能够平安回来 为了我华夏族的发展 我有一个想法 请王道友到归地星去探一下路 如果能够达成一个什么友好的协议的话 下一步我们交流起来就更加方便了 向着杨幂看去时 王小飞微微点头道 其实我也有这样的想法 不过近期还是先加强我们自己吧 无论在任何时候 只有自己强大了才有话语权 自己都不强大就去招惹人家 搞不好就会带来祸事啊 杨幂一惊抱拳一礼的 还是王道友想得长远 哎呀我太急了一些 嗯你跟你们领导都商量一下 这件事情不能随意进行 受教了 杨幂现在是真的心中震动 他感觉到自己是真的想得简单了一些 如果实力不行 到时候问题就太大了 还好王小飞的头脑非常的清醒 这件事情还得先充实自己才行啊 我们现在先把修正军队发展起来 然后再把飞行器也制造出来 到了那时候 我们就算是能够顶得住一切的打击了 看到杨幂很是认真的在说话时 王小飞微微点头道 我也正是这样的想法 我们只要有一批能够与助击高手一战的修正大军 我们就不会再担心他们的到来 到时我们才有谈判的资格 嗯 到时还是要请你前往一趟 也只有你才有这能力啊 王小飞本来就有着前往的打算 听到这话倒也并不排斥 微微点头道 你们打算更多地仿造他的那种飞行器 杨幂就用力点了一下头道 他那飞行器很是不错 并不纯粹是炼器产品 更多的还是用铸造的方式弄出来的 所以我们应该能够仿造一些 王小飞道 不错 我也看了 以国家的能力是能够造出来的 不过你们应该考虑一个问题 那就是飞行器在飞行时的速度极快 一般的繁俗身体是无法承受的 杨幂就看向王小飞道 王导有 上次五一区出现了情况 现在米国为了这事正在惊慌之中 后来北极国仿佛也出事了 他们研究的都是生化人吧 看到杨幂这个样子 王小飞心中明白 他们肯定是怀疑上自己了 想了一下王小飞道 生化人其实就是注入妖兽的血液 从而提高人的潜力 得到提升之后 人体就拥有着一些妖兽的能力 比一般的人强大得多 但是这事有两个问题无法解决 一个就是 在注入血液的时候 人体的承受力是否能够达到 如果无法达到的话 人就会被这强大的力量冲击而死 第二就是 虽然成功了 人体会产生变异 有一部分器官化成妖兽器官 除了这两项之外 最大的问题就是 生化人是无法修真的 杨幂静静地听了一阵 待王小飞说完之后的 为了国家的强大 为了给更多的人发展的空间 有些事情不得不做 做了之后 我们才拥有力量 当然了 在这件事情上 以自愿为原则 话是这样再说 王小飞知道 具体的操作时 还是存在着太多的问题 看到王小飞半天都不说话 杨幂道 王导友 我知道你的想法 你是担心乱用这种手段 其实我也理解你的想法 只是 现在我们地球 已是进入到了太空的时代 地球的修正者并不多 不可能向外太空发展 生化人 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发展方向 再说了 就算是他们不成为生化人 他们几十年之后 仍然会死去 我们应该给他们一个 更广阔的空间 也要给我们地球 一个更大的发展 让我再想想 王小飞并没有立即答应这事 杨幂道 王导友 地球的未来就在你的手上了 你想一想 当我们的地球进入到了 生化人的时代 我们的飞行器遍布星空时 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发展情况 这是我一直都在考虑的事情 我之所以说 我们要建立一支大军 其实想建立的 也有生化大军 只是一些技术上的问题 还没有得到解决 我正在研究 当解决了之后 我就会把这制造的手段 献给国家 很快就会实现 其实 王小飞有着更好的进化办法 生化人 只是一种不充分的进化方式 如果是王小飞来弄 加上海族的那些丹药来搞的话 人类未尝不能够走出一条 全新的进化方式 杨幂这时双眼放光道 你有把握 能够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如果真的能够实现 这对地球人来说 就是一场革命了 王小飞微微点头道 应该很快就能够实现 杨幂道 我要立即向核心层报告这件事情 两人聊了一阵 杨幂离开时又说道 王道友 你是有大能力的人 一切就靠你了 王小飞微微点了点头 知道杨幂他们把这件事情 当成了一件大事 王小飞正要离开京城市 杨幂的电话又打来了 什么事情 又有事情发生了 你来吧 等你开会 王小飞一听就无语了 自己仿佛就是国家领导人似的 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参加一下